一场近30亿人口的地球都比原本信心满满,却仍没给中国球迷带来快乐。 其实,中国球迷对国族的心理要求不断降低,但国族显然在不断突破国人的心理底线。 颇有得寸进尺的意味,中印足球会对现场激情自射的苏州球迷,还有电视机前的义愤填膺的铁杆,虽然印度对世界排名第96位,但事实再次证明,对于中国队而言,别看排名,似乎是恶性循环。 李皮在赛前新不发布会上再次表示,中国队有能力在范围内影响任何对手。 如果是本土教练口出此言,比定认为是狂暴之徒,但他是世界名帅,说出来的话比定让人认真聆听与体会。 此言非常熟悉,李皮出之国族叫别之时,也说过国族在亚洲范围之内,不惧怕任何对手。 事实上,两年了,亚洲任何对手也更不惧怕国族。 李皮做出紧急调整被外界热议。 他已经点为是豪、何超以及刘阳三名球员,11月份入选国族打热胜赛。 众多足球民继续开伙,徐阳、刘思源等人表示,留给李皮的时间不多了,何伟更是对近30亿人口的0比0结果感到非常失望。 中国族协议不可能跟李皮再许约,而为是豪、何超、刘阳是银湖的最后底牌啊,世界名帅面对国族。 似乎已经前驴技球,因此即便是世界名帅,在正式比赛与热胜赛中都没拿出令人信服的成绩。 年转国族不惧任何要求对手,更像自欺,欺人。 在近三场国族热胜赛中,赢到一把给已青年球美主的卡塔尔,0比0战平巴林队,0比0在主场被印度逼平,有球迷称是国族逼平而强大的印度。 赛口里批说,有些球员因为中超联赛不完全外状态,内高林物类门中著如何解释? 代表国族出战白场的高林,青山不下火线的金镜岛,以及联赛中威风霸面的五球王,日汉超,肖之等人,其实都渴望赢球。 在主场,两个人口超级大国的众目睽睽之下,谁不想赢球,但是,哪有合理的技战术打法? 在政治缺阵的情况下,国族似乎只踢了十多分钟好球。 当印度队顶住了压力之后,国族无法在中全场对印度形成控制,非常散乱,计调威士豪等三江,礼皮也是自我否定,球迷由崇拜到巨仪,此前,用多名三十岁以上的老象征。 他们有能力又经验,放弃锻炼年轻球员,使盯战2022年世界杯已输的起跑线,如今又及到三名年轻球员,如此反复,至今国族仍没有一套相对固定的阵容,从433到4231,就算昨晚赢了印度,球迷看不到任何希望,礼皮已成为国族最大短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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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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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